租屋补贴结果让租客跟房东起了争执 还惊动警方到场处理 事情发生在台北市新义区的一个社区 一名女租客想要申请租屋补贴 遭到房东拒绝 因此想搬家 房东要求她必须再付一个月的租金 还有违约金才让她搬走 事后呢这名房客呢却搞失踪 还把钥匙留在警卫室 房东一气之下扣留钥匙 不让她进屋里搬东西 要房客好好地当面说清楚 结果双方一见面吵得不可开交 蓝衣男子越讲越生气 原来他是租客的委托人 来找房东讨公道 原来房东还有租客 为了租屋补贴杠上 还闹到报警处理 事情发生在今年8月底 张姓女房客因每个月4万多元 租下这间北市信义区的房子 租院到今年12月中到期 但最近她想申请租补贴 却遭房东拒绝因此想提早搬走 房东说要搬走可以得付违约金一个月 以及一个月的租金 也就是得再多付两个月的租金才能搬走 只是双方没有谈拢 女房客就先搞消失 将钥匙留在警卫室直接走人 房东找不到人就将钥匙扣留 不让房客进屋搬东西 要房客出面好好说清楚 你给我一个月的缓冲的时间 让我去找新的租客 那他当时是承诺我说没有问题 他人也消失我找不到他 房东不可以制止房客申请相关的租屋补处 如果有的话违反民法 提消保法的规定 如果房客同意返还钥匙 在外观上可能是同意 这个终止租业的状况 根据政府规定要申请租屋补贴 只要家庭成员中没人有房产 且不能接受其他补贴 家庭成员每人平均所得 低于五万七千零三十九元 就可以提出申请由政府单位来审核 只是现在房东租客各说各话 双方若无法透过协调来解决 恐怕还是得交由司法来决定 这张出海马圣洁台北报道